一盒冰淇淋,两份道歉声明,三次打脸,市值缩水150亿 宝马中国CEO两天前还在说 然而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话音还未落地,这边车展就开始搞双标 上海车展宝马迷你展台,工作人员发放冰淇淋时 区别对待中国和外国访客 当两位中国女士去问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没有了发完乱 接着一位外国人也过去询问 工作人员马上满脸堆笑地从箱子里拿出一盒冰淇淋 还热情地教外国人怎么吃 旁边的中国人看到再去问的时候,又被各种理由拒绝 并且把冰淇淋箱子搬走 不是说家在中国吗?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家人的吗? 如此崇洋媚外的行为,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不就是一盒冰淇淋吗?中国人吃不起吗? 甚至有网友自费购买了冰淇淋 在车展现场免费解中国人吃 事情曝光后,迷你两次发表道歉声明 称大家视频里看到的老外是同事 他们佩戴了员工胸牌 还说事件中的两位小姐姐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并且反问大家可不可以给他们多点宽容和空间 随后就有网友指出 那个外国人是国外某网友 面对充满傲慢与广言的声明 网友一片哗然 真是甩得一手好过 说好的道歉声明 怎么变成别人的错了 憋了一天以为要出大招 结果发了个忌论 我求你了 咱花点钱 换个公关团队吧 这次冰淇淋事件发生后 宝马欧股跌超3% 市值蒸发超过150亿人民币 其他车企纷纷发来贺电 并向来网友客免费发放不限量冰淇淋 哈哈哈哈